今天晚上 晚上 晚上 這部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台股在今天可以說是內優外患 內優有全台大停電 外患有厄屋戰士 包括製裁有持續升高 不過指數在今天是收高的 收漲了66點 收在17934點 但早盤曾經一度大漲超過百點 但沒有想到 因為全台大停電 瞬間就有收高 已經擊殺了近百點 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成交量是放大來到了3220億 現在時間是傍晚的5點36分 趕快帶你來看 目前在國際股市的脈動 Dow Jones期貨盤 目前是小跌0.1% 而在那達克的部分 也是一個上下平盤 上下震盪的局面 目前是小跌0.3% 下跌42點 很有可能是全球股市都在觀望 第二輪的談判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目前還沒有掌握到最新的訊息 我們也來看歐洲股市目前正在交易 歐洲股市目前跌的比較深的是 德國股市 德國股市下跌了86點 跌了0.62% 最主要來自於北溪2號的破產消息 利空衝擊到德國股市的表現 我們也來看油價和金價 畫面上看到的是布蘭特原油 目前持續大漲已經來到16.25 越漲越高 目前大漲了將近有3個百分點 不過黃金倒是在頻盤上下震盪膠著 目前是小跌2.83 小跌0.15% 我們要特別來看一下蘆布 因為在擴大制裁之後 特別是俄羅斯最大的聯邦儲備銀行 外傳也有可能會破產 蘆布目前出現了急扁 一天又再度急扁了14% 我們知道從打仗之後 蘆布已經扁了三成了 再今天又再一天就扁14%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帶你來看蔡基盤盤面的重點 外資在昨天好不容易買超之後 在今天又再度翻臉 轉為賣超了74億 台積電往下側年限 而投信則是連22買 望虹長榮創下天價 提彩股還在嘎空 國收破底翻之後 我們看到創委又創新高了 而漲價股出現大復活 金豪科偽全店供上了季線 另外提醒你在今天表現強勢的是 解封概念股 鳳凰 山腹兩等掌停板 我們稍微一一為您來做解讀 為您介紹在今天來的 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金融培訓協會理事長 林昌昕 阿關好 大家好 清大合工所特聘教授 李敏 李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邀請到財經專家賴先生憲哥 阿關大家好 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大家好 邀請到財經雜誌總編輯莊正賢 君姐好 大家好 以及政治評論員楊時秋 阿關大家平安喜樂 好 我趕快帶你來關心的是 全球股市其實目前都出現了反彈 為什麼反彈 其實戰勢還是非常吃緊 對 所以其實要分為兩個來看 一個是全球的股市 為什麼因為鮑威爾 鮑威爾他其實放歌沒有那麼陰 可是為什麼原味要在漲 因為戰勢在持續 好 我們來看鮑威爾 在昨天表態了 他說3月還是要升息 如期升息 但是本來市場認為要升兩碼 他說因為打仗那升一碼就好 市場也利多解讀 那原物量還在漲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戰事仍然非常吃緊 包括美國官員還警告 可能將緩慢殲滅烏軍 血洗平民 現在已經血洗平民了 所以現在普丁已經殺紅了葉 我們先來看 影響全球股市脈動的幾個因素 對 所以我想今天 昨天晚上的夜盤呢 道瓊就大漲 費城半島也大漲 造成今天的雅股全面大漲 兩個因素剛才提到了 鮑威爾他說怎麼樣 這一次的加碼可能是什麼 只有印碼 那印碼呢 機率已經來到了98個百分點 所以非常有可能 可是呢 接下來呢 還有美國小飛龍ADP公佈 也不錯 公佈出來數字不錯 對 大概超預期 跟電子相關的 包含韓國股市台股你看 而且台股漲比較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早上9點07分 大停電之後 就瞬間急上了近百點 對 所以說其實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早上我們也看到 好像連證交所 幾個交友都出來說 我們股市不會停 但是怎麼樣 就先殺了 可是殺完之後 發覺是停電的關係 就停住 所以尾盤的話 也沒有再破低 所以整個人還是一個小漲 對 在雅股當中 台股市漲幅相對落後 日股漲了0.7% 換起來就是說 股市反映的是 鮑爾升息指聲音 反映的是 小飛龍的數字表現不錯 反映的是 即將又要談判了 當然現在談判消息沒有出來 所以全球股市再度陷入焦灼 沒錯 但原物料漲不停 我們剛剛看到 油價又在狂飆了 現在已經來到116了 嚇死人了 對 所以說其實 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看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股市跟原物料市場 現在剛好脫鉤 脫鉤了 開始反彈 那原物料繼續飆漲 其實投資朋友你抓到一個重點 是說 這個時候你該不該投資 該不該進場 其實很簡單 如果是非理性因素的下殺 基本上 專家跟我統計 過去的下殺 這一個月裡面 都是比較好的買點 戰爭醞釀買點 對 所以這是標普500 標普500 戰爭開打日的近期 都是相對的買點 後面都還有高點 右邊是台股 你看這更明顯 因為台灣是比較淺跌的市場 戰爭開打日 都是相對的低點 不敢說絕對 他統計了三次戰爭 1990年的波瀟戰爭 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 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 分別用深紅色 橘色和粉色來做代表 深紅色 橘色 粉色 三次戰爭 我們都發現 其實戰爭開打之後的一個月內 都是好買點 不管是美股還是台股 所以我認為 其實現在就兩個因素 一是 戰爭如果接下來影響是原物量 原物量的通膨 如果暫時回跌的時候 這個時候升息就不會那麼的快 這個時候反而股市會反彈 各敗抬頭 對 各敗抬頭 但是我們要來看 原物量為什麼還是標不停 最主要是 現在普丁好像已經殺紅了眼 對 所以我想其實最重要的 這裡面這麼多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這個 又借了新一波制裁了 對 那待會大家可能會提 但我現在先提 MACI 富時羅素 將俄羅斯股票剔除 這表示什麼意思 資金大撤離 資金撤離 盧布狂扁 還有一個重要的重點是 如果是俄羅斯銀行 或是俄羅斯的公債 倒閉 不要贏 所以這會造成 俄羅斯整個資金的斷念 所以表示普丁這次他一定要打 他一定要打到有結果 他一定要打到有結果 對 不然的話 俄羅斯會滑掉 否則貼心就沒問題了 我們來看西方 新一波的制裁包掛 針對白俄羅斯的出口 也進行了管制 油氣設備 現在還沒有針對油暗器 是設備出口出現管制了 對 好 另外下一輪不排除 要限制石油出口 不過這是下一輪現在還沒用 歐盟將俄羅斯七家銀行 逐出了Swift 包掛加密貨幣和白俄羅斯 現在他要補這個漏洞 之前大家說 你所有的制裁裡頭 有獨漏加密貨幣 他說我要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凍結俄羅斯海外所有的資產 以及剛剛你所談到 MSCI複蝕羅索 對 將俄羅斯股 其實我們那天提到 俄羅斯的銀行 又叫Subbank這一家 其實那天是大漲反彈對不對 那昨天說全部踢出的時候 直接崩盤 其實就要清盤了 等於說這些俄羅斯銀行股 要倒掉了 幾乎要變壁紙了 變壁紙被清盤 所以特別留意是這個 好 我們也看到盧布 在剛剛稍早 狂扁14% 我們來看原物料的行情 好 這是盧布 原物料的行情我們看到 漲漲漲通通在漲 那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其實 在這邊的粉紅色的區域 是二軍打下來的地區 他從外面包圍 那你說赫爾松港 其實就跟我們之前提到的 奧德薩 他是控制這裡 那現在是你拿下赫爾松港 對 沒有錯 那威脅到這個所謂的奧德薩港 為什麼說我們 跟這個講說 跟原物料有關係 因為只要把這些港口拿住 從黑海這邊出去 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所以原物料就大漲 特漲 大家如果特別留意 今天的所有的原物料 沒有因為股市的上漲而放緩 繼續噴出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一直打 一直封鎖 我們先看上一張 那其實呢 他在昨天拿下赫爾松 這個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之後 他不只掐住了奧德薩的沿吼 也掐住了另外一個都市 叫做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是造船工業大城 所以將來的傳播工業會出問題 對 將來的原物料出口會出問題 對 所以今天包含 拿下這個之後 大家知道了 包含鋼鐵業 包含我們說的這些 所謂農產品業都大漲 所以不是只有油 今天小麥如果大家去看 小麥期貨還漲停連續好幾天 所以等於是現在的 全球的原物料的短缺 還沒有結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原物料的行情 包括布蘭特的原油 三天標20%禁閉120 創下八年新高了 是 在我們錄影的當下 還在創高 所以今天來講 不論是布魯倫特 天然氣也不得了 天然氣也是 北西亞號貨產嘛 對 北西亞號貨產 所以怎麼樣 兩個禮拜翻一倍 各位可以看到 是去年的年底先搭起來 那本來好像沒事了對不對 最近又標一倍 所以現在等於是天然氣也是怎麼樣 全球都在什麼 缺船要拿LNG的船 去拿這個天然氣 那金屬方面包含鐵礦砂 鵝鋁 還有我們看到的倫敦鋁 全部都全線大漲 為什麼 因為從俄國出口的 要被全面制裁 因為什麼 他賣出去他還不到美金 所以他乾脆怎麼樣 沒有辦法賣 所以我認為全球的原物料 在這個時候還是會飆升 所以接下來看到的CPI通膨指數 還會再飆漲 好 但我們回來看今天盤中走勢 台國的盤中走勢 在今天早上非常戲劇性的 出現一波急上 時間就在早上開高之後 很快的就往下沙盤 最主要是來自於9點07分的大停電 所以我們來看到底 今天停電的災情 那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錄影時間晚上的5點45分 有很多地區還沒有恢復宮殿 今天的災情是遍布南北東 據說是新達開關廠發生事故 真的如此嗎 我們來聽王美花和台電的說法 大停電我們特別感到抱歉 跟大家致意 新達電廠的這個部分 詳細的部分台電還要再確認 不過他聽說是蹦了一聲 但是大爆炸應該是不是 新達花電廠開關廠有一個設備故障 那這個設備故障也造成那個 隆起超壓變電所那邊有一些問題 所以整個南部地區的電力供應 就出現了問題 那我們現在正積極的在互電當中 好我們剛剛聽到台電的說法是 有設備故障 故障之後造成隆起高壓變電所 出了問題之後 南部就大停電 那南部大停電 因為台灣是南電北送 所以北部也出了問題 就全台大停電 規模堪比921 所以老師我第一個問題想問的是 到底是人為因素 還是機械因素 是什麼因素會造成新達廠故障 現在台電以及王美花都沒有講清楚 現在有人在講 新達發生了什麼事 不重要 不重要 上次也是新達 每次都是新達 那妳今天講新達 我們今天早上看新聞 一下說這個一下說 我甚至還有說是大談出問題的 對不對 那今天看到最新的新聞 又是說 它是變壓器 在做一個什麼的更換 結果沒有弄好 就造成接地 然後就跳電了 所以整個新達便隔離掉了 所以產生後續的後果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我們看這個新達的裝置容量 新達的總裝置容量 它有燃煤有燃氣 總共是432 它是全台灣第三大的電廠 432 很巧 在停電前五分鐘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去台電的網站上去看 說今天電力供應的情形怎麼樣 我去看了一下 那時候你去看的時候 停電了沒 沒有 還沒有 停電前五分鐘 大概停電前幾分鐘 新達有四部的燃煤機組 有三部煤洞 沒有在發電 只有一部在發電 然後燃氣機組 我不太記得了 燃氣機組 我的印象之中 大概也沒有全功率運轉 所以大概新達電廠那時候 只有一半 只有兩百多在運轉 如果你去看 如果你去看 它那時候這兩百多 佔它供電的量是多少 大概只有百分之七 只有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那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怎麼會搞到全台大停電 我們也騙不到這麼遠 那不是被人讓 不過發生了什麼事 那可以給我下面一張圖嗎 在這裡 各位 我們台灣的供電系統 345KV的主軸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有三個節點 這裡是龍崎 這裡是中寮 這裡是龍潭 龍潭 所以這三個節點 是我們供電的最致命的地方 這三個節點 任何一個節點出問題 我們台灣就是大停電 任何一個節點 假設中寮出問題也會全台 對 龍潭也會全台 對 我們要灌在一起 當然所謂 看出在哪一個 嚴重的程度不夠 今天沒有時間 這三個都出過誓 這個就是921 那這個是1999年 倒了一顆電塔 這裡也出過誓 我們現在看 辛達在這 然後龍崎在這 你想到龍崎 他說我這裡也壞掉了 那我傳播到龍崎 他怎麼會傳播到龍崎的 辛達不會傳到龍崎嗎 沒有 它這邊應該有保護裝置 會讓龍崎 不會受到它太大的影響 然後傳到這 怎麼又傳出去了 你難道沒有保護裝置嗎 你難道沒有所謂的 低頻電衣會卸窄嗎 那為什麼該卸窄沒卸窄 是不是有老鼠松鼠 或者蛇爬進去了 不知道 所以台電要給一個交代 我現在關心的不是它 我關心的是它 OK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不是關心辛達是關心龍崎 對 因為它讓我們電網 變得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脆弱 好 我的推測 我的推測 為什麼 各位 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所以這個複雜的系統 你可以想像 裡面有很多的保護裝置 這個保護裝置的目的是什麼 不希望你一個區域性的故障 區域性的措施會讓全島停電 對不對 避免連鎖效應 對 避免連鎖效應 所以有很多的保護裝置 這些保護裝置都有所謂的設定點 就是說你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就會跳脫 所以要保護對不對 所以有個設定點 這些設定點的設定 都需要非常詳細的分析 這個在電力輸送的領域裡面 這個叫潮流分析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本來一個系統在這 好好地運轉 我是60Hz 這個110伏特 所以我所有的設定點 都是按這個分析去算的 可是我們因為有缺電限電的陰影 所以我們會降頻降壓供電 昨天 是 昨天主科降壓 對 降壓降頻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降壓降頻供電 我請問一下 你這些保護裝置的設定點 要不要變 一定要變 照理說要變 要變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沒辦法運轉 所以你變完之後 你有沒有詳細的分析 它是可以因應你危機的 我認為那裡出了問題 所以這裡一出事 這裡你的準備不恰當 所以整個傳遞出去 我懂了 這東西是有答案的 就看台電要不要誠實地講 拿出來告訴我 這裡發生事情之後 一系列各個點 什麼時候跳脫的 清清楚楚哪裡出問題 所以表面上我們看到 前一天逐科降壓 跟今天全台大停電 似乎看起來是個案 但其實它是有連鎖相關的 它是有連鎖效應的 第二個 我們可以指望台電 老師跟我們說嗎 我們可以指望台電說實話嗎 我們再回上一章來看 因為老師 這是今天早上在停電當下 當下之後對不對 停電之後 照理說我們已經停電了 我們怎麼可能還是黃燈呢 這個是常識 照理說如果我們已經 你看 如果你已經限電了就是黑燈 如果你的供電吃緊 你通常至少是橘燈或紅燈 那你已經限電就表示 你供應電出了問題 一定很多地方是供電吃緊 根本連電都沒有 你怎麼還是黃燈 那如果這都可以造假 我們怎麼能指望 今天的大停電 台電會給個誠實的說法 這個不是造假 你要原諒台電 不是造假 因為實在太忙了 沒有人想到去更改這個燈號 那件小事情不重要 所以沒有去想更改燈號 我不會苛責它 我不會苛責它 教授你真是太寬容了 不是不是 所以你用它不是可以造假 我最 我不相信的是什麼 今天早上我說我9點多的時候 我上去看 看它這個被載的燈號是什麼 是黃燈 黃燈 我不信那個是黃燈 它可能是根本就是橘燈 根本就是紅燈 那個都在造假 那個都在造假 OK 我不信的是那個 菁老師你平常 根本就不相信這個燈號 我根本不相信這個燈號 那你還上去看幹嘛呢 我也不曉得看什麼 我今天就上去看看 結果上去看了就跟我講 所以你就不相信它 你每天還上去看它 更有趣 更有意思的是你這樣 我關心的不是這個 我關心的是另外一個 它每一個機組的發電量 每個機組 哪個機組在發電 哪個機組停下來 我關心的是那個 我不是看這燈 這燈號一定是假的 好 我們回來談 星達出了狀況 不管是人為還是機械出了故障 造成了全台大停電 難道僅僅是因為星達嗎 還是星達只是壓垮台灣電力 供應的那一顆稻草 我講 背後有沒有更大的因素 我想整個台灣的電力系統 陷入了一個泥沼 缺電限電的泥沼 兩三年之內出不來 那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因為我們有一份公函顯示 台電其實他說 這是台電也承認 這是他們發的公文 這個公文是真的 他說本公司當然講 台電111年度就是今年 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 這個措施是什麼呢 叫做彈性液減型 也就是說在三更半夜你在睡覺的時候 他可能會做彈性限電 本來原定是5月開始實施 就像教授所說 他以為他5月才來上節目 5月才會大跳點 因為5月才會進入比較熱的夏天 但沒有想到公文說 要提前從3月1號開始實施 為什麼夜間彈性限電 要從5月提前到3月 真相會比我們想像得更殘酷 這個夜間 這個夜你不要以為是三更半夜 這個夜是黃昏夕陽西下的時候 大概6點到5點到6點之間 5點到7點之間的夜 那不是三更半夜 是5點到7點嗎 我跟你講嘛 5點到7點 那是我們看新聞的時間 就看新聞 所以將來看新聞的時候 新聞第一個 今天輪流限電輪到誰 第一條新聞 我是不是有點嚇到 但台電有強調他說 不會影響到民生 輪流限電怎麼會不會影響到民生 他這樣幹什麼好不好 他說他在進行壓力測試 我試試看 胡說八道 你今天是一個大的工業用戶 然後我台電知道 我明天晚上傍晚的時候 我電不夠 我就跟你講說大哥 您不要用電好不好 我給你錢 你不要用電 就是這個意思 計畫性 你先上我驗電 我給你錢 你不要用電 所以你不用了 那我電就多了 對不對 民生就可以用了 可是我這些事情全做了 我電還是不夠 怎麼辦 請大家輪流停電 我跟你講 所以輪流限電之前 其實他已經請大哥不要用電了 對 已經他請各個大哥都不要用電了 可是有個大哥出來說了 對不起 我一度電 我一千瓦要一百塊 台電付不起 那我就限電吧 所以就這是一筆交易 我做這些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各位大哥們 尤本您就把這個事情撥出來 請問到底是哪些廠商在申請這個 請問他申請了多少 台電付他多少錢 每天公布 你這樣才能知道 第二天我們到底缺電不缺電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懂 因為我電不夠 我就前一天就開始 大哥 開始發錢 開始發錢 你不要用電 那可是我們的公堂 那就是我們的公堂 所以我 你如果把那個讓他們公布 我會更喜歡看台電的網站 我們看看是誰 我們不予台電公布 所以全台大停電 既是政治問題也是國安問題 更是產業問題 我們會持續帶您來做關注